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阳 前两天粉丝给我打电话说 想要一条爆红色的马犬 想要一条公犬 那么前两天已经打电话了 但是我们这儿一直下着大雨 今天是第三天了 不能再等了 因为我们这儿一直下着很大的雨 今天冒着雨 也要帮粉丝把这条犬拿回来 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大河里边 水一直在上涨 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现在咱们已经到了 联系了这个大哥 前面骑电动车打伞的这个 就是这个大哥 他给我们带路 因为看过我视频的人 应该对这条路比较熟悉 这个大哥是专门养马犬的 找咱们跟着他一起往前走 看这路也不太好 一直有水坑 这边的玉米还没过得上收 因为一直有雨水 看那雨一直下着不停 想想咱们马上就踏了狗场了 你看大哥骑着这些电动车打着伞 跑得挺快 他的对面这是一片竹林 就是咱们做扫把用的一些竹竿 好 大哥停了 现在咱们到了 好 现在咱们到了这个大哥的狗车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大哥是专门养马犬的 刚进来 马犬的叫声已经叫得很厉害了 现在咱们看一下 一共是三条 那么我今天要带着的就是中天那一条 这是一条总工 现在一岁半 好 咱们继续看马犬 这里边一共三条 最右边那条是母的 左边那条是爆红的 中间那条是黑红马 也可以算它是黑马 你看 小家伙 跑来跑去的 我已经把那个爆红马给放起来了 咱们来着重看一下这条黑马 杀出了一条黑马 黑头 黑胸 黑腿 不错 不错 看那小兴奋度 看那尾巴甩的 纯黑头 一根杂帽没有 你看兴奋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咬口也不错 胆量也可以 这个有啥说啥 现在有三个月了 疫苗齐全 你看干干净净的 这条母犬是这个大哥自己留的 它不卖 咱们就看这条 黑马就行了 它这条小公犬 不错 不错 我真的觉得这条犬非常的不错 大哥说要价1500 价格的话还算可以 毕竟养这么大了 现在有17斤左右了 不到20斤 非常的不错 真的 我特别的给大家推荐这一条 你们看上啊 买回去 绝对不会后悔 咱还是看看小狗的父亲 看他长的什么样子 这是小狗的父亲 看他 看他的动态 看他的胖瘦 也就是在80斤左右吧 他的体态 最多也就80斤 70多斤 一岁半 不错不错 这条也不错 你看 转来转去的 还是比较稀罕这个小家伙 尤其是他尾巴甩起来的样子 这边的狗一直在叫 这边还有几条肿母 还有一条肿公 你看这条叫得多凶 我想把我吞掉 这边还有一条肿公 那是一条黄马 这条肿公也非常的凶 我是不敢靠他太近 我怕他 一不小心出来 干我一口怎么办 你看 一直对我好 好 咱们把这条抱红马权拿走 这是一条三个月的 抱红马权的一条公权 粉丝已经 前两天已经看上了 你看 吃的还是挺胖的 确实是很胖 装到里面 还是有点不适应 你们想看什么狗的话 评论区直接给阿阳留言 没有给阿阳点关的的话 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 好 今天的视频就带大家看这里 拜拜 拜拜